各位 努力過後 才是真的 默契堪憂 這個事情 要拿出這個事情出來 3 2 1 努力過後 才是真的 我們還有時間 繼續加油 大家我們是 歐總 歐總和子祥 歐總 歐總 很感謝公司還有粉絲還有小巨蛋的任何 所以我們才可以贊上小巨蛋 不要捷 好 那我們換祖安 祖安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一開始聽到的時候我們六個人都很高興 但高興之餘是有點緊張的 因為畢竟小魚蛋是一個萬人的場館 那我們六個人對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把小魚蛋當成一個摸給一個妄想的感覺 然後我們當然是萬人的那個跳 所以多少會有一些緊張 然後就想要讓大家覺得這個 表演是能夠智慧跳架的 好 你老實說現在開心跟緊張各戰的比例是多少% 開心嗎 緊張高一點 緊張是90% 大概是1比9 1比9 1是興奮 9是緊張 會非常非常緊張這樣子 因為畢竟小魚蛋對很多歌手來講 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 你們一年半的時間就要登上這個小魚蛋 所以9分的緊張我相信也是很能夠想像的 到這樣子 好 那換群 換你來說說囉 其實就像我們主人講的 就是小魚蛋對於我們六個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跟一個我想要前進的一個動力 那這次真的得知我們自己可以站上小魚蛋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六個是一個 既開心緊張 然後又是一個 有點夢幻的一個感覺存在 就是我們這麼想踏上我們一個很夢幻的一個舞台 那當然在這一切的努力 我們也想要就是不辜負所有對於支持我們的人的期待 所以也希望各位在六月一號的時候 能幫我們好好地搶個票 然後來看我們的表演 好 這個重要的售票日期這樣子 那換句話對你來說 剛剛我有問這個組完說緊張跟興奮的比例 對你來講是多少呢 我應該是10%的緊張 非常非常非常的緊張 對 比較紅道中人 好 非常非常的緊張 那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講說這個宮頂齒路的這個計畫 除了8月3號踏上這個台北小魚蛋之外 從五月份開始每一個月都會有一首新歌 我們這個先聽到這個World Top 已經聽到在數位發行場明發很好的成績 也跟過去你們的那個音樂風格非常的不同 在做這首歌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新的挑戰往前成績 加成來回答 我在World Top的首歌的時候 我第一次在歌裡面嘗試Rap 然後我有跟哲言請教一下他其中的號名 我們所有團員在這首歌裡面 其實都有更有爆發力的嘗試 那你跟他請教說 他跟你分享些什麼嗎 因為我們很好奇私下怎麼樣 他就說表情要超為誇張的 哲言怎麼樣 你跟他怎麼講 因為我們在錄音室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人錄音 所以其實其他人看不到他的表情跟嘴型 那其實在唱的 比較有態度的歌或是饒舌的話 其實那嘴型可以越誇張越好 喔 那反而是穩定 他就是要收斂一點 你說穩定是 欸怎麼躺著就什麼 我來詮釋一下 他在旁邊沒行 我這樣真的送給他 沒有他剛剛放孔 我去拍一下 他平常在唱那個 路易姿唱老奧神 他是這樣 沒有毛髮 沒有手法 沒有手勢都在那一齊 他的手勢非常得多 所以最寬一點是文婷 對但這是他在詮釋歌曲 他很優秀的地方 所以你這次有開發的加持就對了 對開發加持 他 我覺得他其實就是神品到秋 因為他其實就是很有天分的一個人 對 就跟他稍微的分享一下你的經驗這樣子 對 那哲言你除了加持的這個表情 如果應該要讓他更放鬆之外 你自己還有什麼感想嗎 在那個舞台 在這首歌嗎 對對對 在這首歌 我覺得在表演上 我在分享表演的東西 因為在表演上 這首歌跟以往我們表演的 風格不太一樣 比較胸紅 比較剛硬一點 那可能在舞台上的表情 或者是整體的態度 都必須要拿出跟以往不一樣的風格 那就像這首歌 我們也要拿出 要前往Wortout的英文精神出來 很有很有氣勢的感覺 非常期待你這小巨蛋的表演 好 那子翔換你囉 好了 因為這首歌 對每位成員 其實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戰 然後對於我來說呢 其實 這首歌有一段高音 真的非常難唱 然後 因為一直很想追求華美 然後一直跟製作人們討論說 欸 哪裡需要挑戰 就是我需要哪些地方 嗯 然後這樣 差不多錄了兩百多個月 然後也花了三天的時間 是喔 花了那麼久 對對對 因為一直聽完還是覺得 好想再更好一點 然後就跟製作人們討論 所以公司沒有講說 不然只要超值了 不要再錄短 你講這麼話就對了 還是讓你好好的發音 對對對 然後我希望這次的成果出來 大家能夠喜歡 那剛剛講到這個高音的部分 在現場表演的時候 會不會感覺有壓力呢 有 哈哈 有壓力是不是 對 練舞的時候它也壓力很大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分享昨天那個 喔 因為這個音域對我來說 其實挑戰這個蠻大的 然後 加上 近期 會表演到這首歌 所以 在排練的時候 我一直很努力去 在舞蹈跟歌唱之間去找個評論 對 因為強調不容易 然後又高音這個部分 那個難度又更高這樣子 好 我們就是非常非常期待你的演出 五星之中會給你壓力了 好啦 不要放輕鬆放輕鬆